你可下面不是夹头就是啥的 说啥都谬论 来我听听你高见帖子 你现实是不是本个铁盆子跟着吃花生米呢 给我立的酒盆旁边 光光给我一顿批判 来给沐青打开 现在说来你先靠边来 沐青我来我听听 怎么个谬论法来 你说我听听 你不就跟那个司马达一样吗 你们这类人说话 真的是一张嘴就透露了清澈的愚蠢 好来我问问司马达有什么问题 你不跟他一样吗 什么问题 你在国内挣钱 好我在国内挣钱国内花了 好我现在我问你 我的钱在哪 你钱在国内啊 我拿出去了吗 然后我拿出去花了吗 你在小粉红 我在美国 来来来来别着急哥们 你要举例你举证 对吧 我在国内挣的有一分算一分 哪分钱拿出去国外花了 你挣的就是小粉红的 你不管人家叫小粉红 说白人家管你叫啥呀 你别嘲讽人家 你张嘴一说话 你就透露了清澈的愚蠢 我挣小粉红 哥们你不是 好那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不爽的地方 我听听 你哪不服 我说的哪不对 小粉红的钱 我家人在国外啊 我家人在国外 哥们 我人在国外的时候 我人在洛杉矶的时候 我就听过这话 我现在人回来了 我妈花不花我钱 你家人在国外啊 我妈花不花我钱 你妈不花你钱 好这样 来我听你说 我听你说 这样 明天 我三条狗 连我妈 集体回国 你逃不逃机票 逃不逃 能逃吗 逃不了啊 逃不了你叫唤啥呀 逃不了 你这就像我举的例子 LV的门口 干维权 大家嫌质量不好 啥也好 你穿他妈大回力 你帖子你膝盖上 破头大哭了 你跟着喊什么维权 跟你有啥关系啊 小粉红挣人钱 咋的哥们 你是绑一大哥 你刷拉了 你给我刷完钱以后 你突然惊醒过来了 啊 别能刷 你有消费能力了 你替人家喊啥 人家都没智慎 你替人家喊啥呢 我好奇了 啊 你看着我钱拿出去了吗 你挣爱国钱 来我告诉你 你要觉得我挣爱国钱 那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 你们这种人的说辞 我老早就想好了 来 我此时此刻认为的 这些干中介的 挣的就是恨国钱 对吧 干中介的要说 国内这不好那不好 所以你们才会想办法去移民 你当你移民了以后 他就挣他的提成 对不对 好 中介恨国能挣钱 凭什么我妈爱国不能挣钱呢 你告诉我 中介不一定恨国 啊 中介不一定恨国 你别跟我讨讨论 你别讨论绝对值 讨论绝对值就没意思了 对 我看见太多中介了 我跟你列出怎么说 人家只是做一个生意 你干啥 你录屏呢 能不整那个回声吗 你需要录屏的话 回头我单独发给你 你现在有回音 你有回音 你把那充电器拔了 你走的是扬声器 我一说话动不动 就汪汪一声 好不好 没有 拔了 感谢小园子 那个轮船 看我又挣着爱国钱了 你不就挣个爱国钱吗 好 那怎么 你不就挣个恨国钱吗 我挣的比你多 你难受 你念稿一天给你发30块钱 那凭什么人家恨国能挣钱呢 行 你没挣 行 我信你 感谢圣托尔的飞机 恨国的也没挣钱 恨国挣了 那个干中介的就是挣了 干中介的忽悠你走线的 中介的 哪个没挣钱啊 人家只是个生意而已 那行 那你把我当生意吧 凭什么我干生意不能挣钱呢 你把我当生意吧 你把他们当生意 你把我也当生意吧 那凭什么他们能挣我生意呢 你不就是一个恨国生意吗 那你不就是一个恨国生意 好 你不就是个恨国生意吗 你自己爸妈都在国外 你自己在国内挣的钱 然后呢 我在国内挣的钱 拿给他们花了 我凭实力挣的 哥们我让你掏了 你能掏出缝 他们的钱不给你给的吗 怎么的了 你能证明就行 我告诉你啊 我实话告诉你 我这边低了 有真有低了什么证实名举报的 真有 回来 该调查人早就调查完了 就说我把国内挣完钱 拿回国外 拿到国外去花了 我但凡有事 我今天就不能做这直播 就这么简单 牛逼你低了你什么证去 对吧 低不了 你低了 你没有 你没有 低不了 你低你低你也低了不了 我说实话你也捶不上 我一分都没拿出去国外花 就这么简单 你只能解释不了 你为什么你爸妈在国外 你在国内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妈在国外吧 我爸 你不就跟四哪囊一样吗 天天讲爱国 你不用在那 你不用在那觉得别人讲爱国 你不愿意听 你哥们你不愿意听 你可以出去 你可以不听 没人抓着你在这听 你觉得谁讲恨国好听 你就去听吗 国内这不好那不好 你看他能改变你人生吗 他耽误你狗袋不是吗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 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从你的层面 这是从我的层面来说 我就讲你的问题 来来来 我给你讲一个我的问题 我在国外 我养了两条德木 一条马犬 我希望你知道马犬是什么意思 马犬是攻击性极强的大型犬 这种犬类在国内不能随便找地方养 我在国内现在连房产都没有 你可以在城乡结合部 你可以在农村住个 问题来了 我在城乡结合部 我在农村 我给我妈低了过去 你去看着吗 你去照顾她吗 我现在我人在美国 我人在中国 我妈在美国 我洛杉矶哥们 从周一到周五不间断的 送水果带买菜的 我有人管 明白吗 你为啥呢 停一下 你为啥 你能回答我问题吗 你为什么叫别人打我电话 大哥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让人打电话 你疯了 你是咋走火入魔了 你兔白沫了 你破房了 有些小黑粉打我电话 你电话放哪了 你电话放哪了 哥们 我咋知道你电话号了 你告诉我 你有被迫害妄想症 你刚才讲的我没听到 从哪儿开始没听着我听听 从哪儿断的片 怎么烙烙壳还烙断片的呢 我重新跟你讲没问题 感谢那个汤煮跑车 感谢那个黑饼糕跑车 又正着了 又要着饭了 咋的了 说话呀 嗯 说话从哪儿没听着 好 你说话呀 你给他卡抠出来 扔了 绝了不就完了吗 你开飞行模式不就完事了吗 你咱俩先把磕了完不行吗 感谢他掏医的那个 好你等一下 那支撑机 对对 你开飞行模式 好你等一下 不是我打的 你给我弹啥提醒 不是我打的 完了完了 我哄哄哄 手机哄哄哄哄 你们别打了 你给他打有啥用啊 我打的 大哥整没动静了 完了 你这掌蛋出个啥呀 你这一万人直播间空空这么红的还要得了 那耗费了吗 别整了你们 不不我踢的啊 这不是我踢的啊 我从来不踢女粉啊 管理管理正登记案了 你们也是妈妈 我没等我说再见呢 女粉呐 目前打开吧 目前 手机案干碎户了吧 目前啊 取消 取消一下静音呗 目前啊 下面这个 Spencer啥玩啊 怎么活啊 他都要能听啊 能听着 明天想聊聊你 哎呀 等事 你先你先趴一会吧 上面 上面那个 木青人开麦 木青 木青 你你听我一个手机卡掏了就完了 你给掘了就完了吧 木青说话呀 没流量了 咋的我他妈给你买点流量啊 你不能连WiFi吗 你掏点啊 你也行那你求求啊 我给你掏点 你好歹 你好歹有个态度吧 我还不牵你的哥们 你好歹有个态度 我都给你掏着这没问题 你求不了 求不了 你要饭要占着要呗 求不了 饿死你 嗯 饿死你 完了呢 完了 整点活呗 整点活呗 咱整点 刚才的理论我听听 你不就挣个爱国钱吗 嗯 骗骗小粉红 骗骗小粉红 那怎么呢 你有什么高见呢 你以你之见的话 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就你们那些 在国外的那些主播吗 嗯 在国外的那些主播 我人回来也不行 好吗 嗯 怎么的了 夹着你头了 夹头夹着你头了 帖子 咋的说啥呢 去过啥的 寝室人不让你说话了 对对对 先是住寝室 不让人打电话 我屁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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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机哭哭响 给卡拔了吧 是吧 对 拔不了 没流量 这怎么 现在无线循环 这不卡着了吗 这不 你手机卡拔了 没流量 你还连不上网 手机卡放着 手机哭哭响 一顿震动 一会手机干没电了 你抓紧说吧 我们这些国外咋的人 没 那你啥意思 没流量不能说了 不就你们那些人吗 坏蛋 坏蛋 耽误你啥了 是因为我们 所以导致 导致你一月就挣2500 不是 感谢及时 大伙见 你看完了 又挣着爱过钱了 真好吃 这口饭 好吃好吃 香 完了呢 这个都收购11年 挣3500 为啥挣3500 干啥活的 上班了 你家为啥没WiFi 你能跟我说说吗 蹭别人的 那家回家过年了 没得蹭 这比眼够损的 回家过年给WiFi关了 感谢老杨的嘉年华 谢我杨哥 好好好 一下把一年电话费都挣出来了 撒笛吧 不是你破房了 铁子你破房了 你这一看 确实刚才他俩这一下四千 比你工资都高了 比你工资都高了 你难不难受 你是给这整他妈节目 笑过 这小也够一说 过年回家 他给WiFi关了 干啥呀 他关了他不也得付钱吗 关了用不了 关了用不了了 没WiFi了 完了没流量了 这不就红二代吗 谁啊 谁是红二代啊 刷礼物的 这在夜里 刷礼物都红二代 我说实话 要是能的话 我也挺光荣的 我也为他们挺光荣的 实话实说 证明啥 证明走的路对 就走的路对 就能有钱 就能付 那现实我跟你说 这里面 我不认识的 确实好几个人 即时老杨子 我不认识 你看汤姆 下面上 有不少都是白手起家 都是属于自己 到社会人以后 自己混的 你不要讲别的 你就说你自己 我自己 我有什么问题 你说我听听 你不就跟那个 司马南一样吗 司马南到现在 他也没说 给我点个关注 我说实话 我挺生气的 他非给我点回关 我关注他 他不关注我 完了那咋的了 你们不一伙的吗 我们是一伙的 怎么看的呢 我俩平时聊一样的话题 自己在国内挣钱 老婆小孩 父母都搞到国外去 在这个父母 那个司马南 父母小孩 还都在国外 是啊 我孩子搞哪 你知道吗 你没孩子 你干比没水 还不是 这么一看 这还不是兴奋 这还看了很久了 这是出现 大傻吹 你要干什么 那所以说 我妈那个问题 我是这么说的 刚才你今天提议 你说为啥你妈不回来 因为行 我现在就我娘脸 我家离异 我爸已经从祖家庭了 有那个 有那个后妈的孩子 也不用我管 我爸肯定不用我管 对吧 我妈这个情况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看我跟你说 我知道你妈 你妈这么久 都在国内 对呀 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养了三条狗 人家去了国外之后 他觉得美国好 他不回来 这是美国好的问题 我跟你说点实际情况 你听不了吗 我家养了三条狗 两条德木 一条马犬 这三条狗平均都90斤 都是大型犬 马犬 还是攻击性非常强的犬 国内市区里面不让养 你说放郊区行不行 放郊区 首先我不认识人 我给我妈蹦那 她怎么出行 怎么什么喜剧 没人管 没人照顾 我跟你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在洛杉矶我人不在的时候 我哥们从周一到周五 包括婴嫂回去了 什么买东西 出去溜的 干啥看牙 我哥们全都安排明白的 啥也不用我 我有朋友在那 你告诉我国内哪个村庄 我蹦那 谁能给我管 人家那个东北大姐 不是给你介绍了房子吗 东北大姐介绍那房子 回头给我妈 人生地不熟的 让她亲戚 没有朋友 我麻烦谁去 我跟人家有交情吗 我就咱俩就咱俩好别认识 我放你家旁边 我放你家旁边 接着有事我让你去 明天有事 能行吗 你这个都是小问题 这咋是小问题 对一个老人来讲 这个就是起居 这就是大问题 不可能 那怎么叫不可能呢 那这实际问题怎么办呢 你说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解释 你说一下怎么解释 那我解释了 狗首先往回拿就费劲 我90斤的狗 比你都沉 我鬼什么变 我90斤的狗往哪拿 你告诉我怎么拿回来 你说说我听听 我都不说狗4万块钱往回弄一条 4万人民币一条 哥们 我说暴听 购买你命了都 狗比你都贵 我三条啊 对不对 那你说咋办 你说那狗咋拿回来 你告诉我 你给我掏吗 弄死去 那我说实话 你要是这个认知的情况下 你当年 阿姨 你家阿姨肯定是做错了 你又骂了 我没有 你当年阿姨肯定是当时扔错东西了 他以为那是太盘 你又骂了 他以为那是太盘 不是铁 他以为那是太盘 能伸攻击是不是 能伸攻击是不是 是 然后呢 你说你整这出感 是 然后呢 他以为那是太盘 他给扔了 其实那才是你 你啥也不是 不是 你站起来 你方不方便 你有没有扒拉扒拉 你有没有扒拉扒拉那软件 我不去 不敢呢 你会骂人 你怕了 人呢 你怕了 你不是坚定的 你不是坚定的 这还是斗士吗 你不是 你不是斗士了 那怎么还一让去不让去 你想让我扒拉扒拉 这边饿一宿 就等着一幕呢 怎么还不去呢 我不去 你会骂人 我走 我隔壁邻居WiFi 关WiFi了 我没流量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留点流量 明天我还要我还要看软文呢 我还要看美国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真是行啊 来来来 10分